好 国内缺蛋的状况依旧很严重 民众现在要去买鸡蛋 可能还要碰运气 有不少的业者也寄出了对策了 这回是有名网友 他就分享自己看到的状况 他说这卖场的鸡蛋下上有公告 几个大肆写着 全品项的鸡蛋 每人每天每卡 不管你来回几次 就是只能够买一盒 好 原po忍不住开玩笑的说 看起来老板你是有被教育过的 也有网友很幽默的回复说 你太小看这些大妈了 他们会带着衣服去换 好 当然也有网友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缺蛋的时期都变得好爱吃蛋 大家现在似乎可能是缺蛋缺怕了 好像变成餐餐都要吃蛋了 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还要告诉您的是 缺蛋的状况有多严重 现在不只是缺蛋 而且价格可能会一路攀涨 因为在今天呢 要召开蛋家评议委员会了 很可能蛋要再涨三块钱 最快在3月27号就会实施 好 中华民国的淡价委员会执行长有说 如果省议会再决议动涨 他们不排除要全面修饰 因为他说就算涨了三块钱 也不足以因应目前的事况 在黑市的价格早就都已经超过原定的报价了 另外台北市的淡商工会也说 是否涨价 李市长是没有权利的 但是您知道吗 在产地的鸡蛋早就也不交报价的行情 好 不过来看到这农务会主委陈吉仲他说 涨不涨价还不确定 也没有收到任何的讯息 他要大家不要把责任推给农委会 好 但是您知道吗 现在因为这个缺蛋的关系 在各地有很多的乱象 其中有一个乱象就是 香庄的散蛋竟然比盒庄的蛋来得还要贵 好 现在在鸡蛋产地价格 美金45.5元 好 但是产地一箱大约有200颗 价格都早就已经超过千元了 而且是用喊价的越喊越高 零售一斤鸡蛋都已经卖到了七八十 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破百了 好 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换算方式的话 就变成香庄的散蛋 比在超市卖的席选蛋还要来得贵 因此呢 这个国民党李德卫 他有直接说好 行政院 你如果真的要解决缺蛋的问题的话 那么不如仿效每个人发现金六千块钱 你直接发所谓的鸡蛋分享券 连续发12个月好了 好 农委会现在已经说了 预计在329清明廉价期间 陆续就会在北部超市上架 所谓的进口鸡蛋 消费者最快在3月29号 30号 就可以在超市卖场的通路 买到来自于美澳泰国等地的 席选盒装鸡蛋 好 零售定价会落在65到79块钱 好 不过蛋价马上就要调涨了 现在蛋农也在质疑说 那么这个中间利润的价差 到底去哪里了呢 接下来呢 也是一件蛮夸张的事情 这是蛋黄都还没有解决 但是呢 在野党立委爆料了 外交部竟然砸了5000万资助 加勒比海一个友邦 要进行所谓的蛋机产业永续发展计划 引起外界炮轰的是 台湾你自己都不够吃了都快要断粮了 但是对于别人却花钱不手软 台湾震惊历史上最长蛋荒 蛋价不断飙涨 已涨到美台金55元 创历史高点 传出蛋上工会有意强行通过 将蛋价再涨3元 陈吉仲说没收到要讨论涨价的讯息 反而告诉大家这个消息 但蓝军碰后民众排队抢蛋成日常 甚至有人一个月没吃到鸡蛋 为何政府拿不出更好的办法 农委会进口鸡蛋从原来的500万颗 到现在的6000万颗 还是杯水车薪 仿效每人发现金6000元 改成每人发鸡蛋分享券连续12个月 避免我们的民众吃不到鸡蛋 有在业党立委揭露外交部 今年大手笔砸5000万 资助加勒比海扫岛国 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 进行蛋机产业永续发展计划 对比农委会给国内基农补助方案 只有450万 在一党炮轰外交部 根本变成其他国的农委会 这就是所谓相对剥夺感 我们现在缺蛋缺成这个样子 基农现在也是苦哈哈 我们自己都快断粮了 你在永续发展 关键不是去援助邦交国 台湾的民众看在眼里情何以堪 蓝军炮轰对友邦撒钱不手软 台湾百姓只能苦苦排队抢蛋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 蔡政府内阁满意度 没人过半 其中成绩症不满意度 高达42.79% 王美花不满意度也有近四成 缺蛋缺电又要频频涨价 也难怪人民超火大 记者长到彭琳佩杰 台北采访报道 好聊天室当中我有看到小珍 小珍说今天买了白蛋一盒的价格 是120块钱超贵的 好现在呢持续还有看到 吕吕吕跟魏斯里荣恩 杰素张希蒂和轩跟王轩敏 还有吴美满都加入 我们聊天室了 好美满有提到 不仅缺蛋 而且还卖不到 好大家帮我检查一下 你按赞了吗 我们这节新闻持续有双开 邀请各位可以来 我们此频道报道了 好但是呢 我们继续还要来看到 这个蛋荒 农委会的说法是 受到了气候跟情流感的影响 所以才会缺蛋 但是难道是去年 就已经知道缺蛋的状况 却没有处理吗 好陈吉仲他的说法是 其实去年就知道 生产量跟需求的差异 但是为了保护小农 想要透过加工厂的调度来满足需求 没有想到H5N1的影响太大 最后才会开专案进口鸡蛋 否则就会影响到民生 还有加工需求了 他是澎湖浮蓬喜来灯酒店推出的 海黄鲍鱼干贝XO酱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学问 里头有很多像是呢 这大干贝就有很多像是 这20多种的胺基酸 其实对于你人体之间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它里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